前几天 好像是山西大同 有一个居士告诉我 好像有个附身的 来见我 见到我之后 他跪在地下告诉我 他不是狐心 他是黄鼠狼 为什么缠在这个人身上呢 这个人在过去身中 伤害了他们家十几口 也就是黄鼠狼 可能是他们是打猎的 被他们捕捉杀掉了 黄鼠狼的皮很值钱 肉被他们吃了 皮被他们卖掉了 要来报仇 你们想想看 你杀畜生 畜生都要来逃命 那何况是人 哪有人被你杀的是甘心情愿给你杀的 没有这个道理 都有怨恨 怨恨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你说多可怜 他来找我 我就劝他 我说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要再追究了 再追究 你们彼此双方都痛苦 你缠着这个人 他痛苦 你也痛苦啊 为什么不念佛 求生见徒呢 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呢 我的劝告 他听懂了 他答应了 不再找麻烦了 我说你们到我们九楼念佛堂 九楼祖先纪念堂 那是念佛堂 你到那去念佛去 他们几个人 真的就去了 这些事情我们见得很多啊 附体的通宁的 透这些信息 有人问我 他们的信息 能听吗 这一般人家致迷信啊 你仔细观察他 他真的是有灵附身 那不是假的 什么样东西附身呢 他就 那个形象就很像 你看到鬼道附身的人 狐狸附身的人 蛇附身的人 他那样子就 就不像人的样子 传递我们的信息 值得我们做参考 他要求我们替他办事 那就得考虑 我们要用佛法 不是佛法 他出的主意 我们不能听他摆布 那听他摆布 我们就佛丢掉了 去听鬼神的了 那就大错大错了 他传递信息 我可以自参考 用什么方式来应对 我们永远佛法 我们才不会被人欺骗 我们才知道正当应对的方法 帮助他 也帮助被伤害的这些众生 附体是伤害 他要付出很大的能量 所以我们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经常讲的话是正确的 不是假的 欠命要还命 一切有情众生的生命 不可以杀害 不可以毁上 要还债的 欠债要还钱 生生世世都不能够了解 你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就不会干这个事情 我们连这蚊虫蚂蚁都不伤害他 他也是一条命 我们宁愿过死 我也不愿意欠债 人 生死是自然现象 哪个人不死 人都要死 不必忌讳 死什么都带不去 活比 要夺去别人 活比要贪念不识 贪念不识 还是要死 什么东西 只是给你看看而已 假的 不是真的 现在我们真的是找到真东西了 虽然都在面前 六十年前我们也知道 不认识他 不是祸 到现在 才真的认识 认祸了 才晓得他是宝贝 就这一句话好 还没想到 就那会要死 你专门